如果出現這件事的時候 政府不是有心為了滿足 有些人要安居的需要 只是滿足一些置業的需要 我倒轉要問了 其實那些人要置業 但是你是不是想推他 買完你的置業然後再推他出去售賣 然後讓他賺了些錢就可以呢 我們想說政府應該對於整個社會有一個承擔 對於房屋政策的承擔是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不是幫助別人去置業 我們不覺得政府有一個責任要幫人去置業 如果那個人只是想額外再買多一個便宜的單位 我們希望就算當時支持居者 我們都是希望有些人不是住公屋 他想住一些居屋有一個可以比較自由的選擇 因為公屋雖然我們說到有些人覺得公屋很好 實際上住公屋的人都告訴你多辛苦 兩年要傾家當產 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劃乾給房委會看 究竟他有多少資產多少收入 家裏的人有沒有變度 家裏的人有沒有收入增加 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還是跌了還是下去失業貧窮 其實公屋根本都對於有些住在公外街坊 那兩年的審查 或者每個月有空 現在就很好 因為我們請多了安全 有空就上去拍一下門 你們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來探訪一下 那些網友不會這樣做 現在很流行 因為他們有些特別調查隊 調查一下你們 就是多了這些卡拉的東西在這裡出現了 所以公屋其實不要住 不過問題就是說 我們仍然有很多低下階層的市民 因為其實那個整個社會經濟環境未知太好 是需要一個地方安居 住了在公屋就好過去 住在一些的私人樓 或者租一些的私人樓 租一些的私人樓 兩年被人趕一次這種苦放 只不過是出現這件事 所以我們自己就說 其實整個特首的私人報告 在那個房屋裏面 我們覺得他完全 所謂的建議 我們都看不到 他怎樣在一個房屋的政策裏面 有一些比較遠大 和真是令到人安居樂業的那個圓景 這件事我們看不到的 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我們覺得 你問我在房屋裏面 我們就看不到他有一個 應該要給個讚 或者覺得是有改善 甚至乎這個所謂叫居屋 自己安心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是騙人 反過來我們看回 他經常都說 地不夠 還有很多地 我們看到 除了剛才說 硬將一些公屋地 現在變成了一些私人樓 公屋地變成了它所謂的新居屋 怎麼當下整個社會 又會興建公屋之外 我又看到政府會將很多以前 我們一些公屋的地盤 例如山谷道村 黃中坑村 這些什麼地盤 是大地盤 其實 其實早一兩年 早一年而已 你只要不將它賣了 去興建公屋 不是有足夠的地方去興建公屋 為什麼經常都告訴我們 沒有地啊 沒有什麼 因為有的地 你拿來賣 不中用的地 你就可以起一兩棟 給大家 給整個社會安心 其實是某一種的策略 我們會覺得是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早在九七之前 香港的公屋輪候 那個數目沒有這樣抹 不斷的飆升 除了因為當時的公屋 或者私人樓 甚至私人樓的樓 那個供應量是多之外 亦都因為 多了 所以其實可以清減了一些輪候的人數 但 現在問題出現了就是 Sorry 現在問題出現了就是 政府不肯起 我們的人是不斷的增加 還要我們如果呢 如果再沒有一個 就是配合了整個人口的發展 我們會其實可能整個香港不斷 會有很多不同的移民 去移入來 進入來香港 如果沒有一個的長遠策略呢 其實我們永遠都解決不了問題 越來越多人住在那些劏房 那些劏房越來越貴 這個都不單止一個高地價政策 而是政府真的沒有一種的長遠策略 因為規劃 為何要興建我們足夠的房屋去安置 所以現在到時譬如好像這樣 已經有一個地盤了 你就拿出來賣 賣了之後怎樣拿回來去建屋呢 那當然說沒有得起公屋了 所以由一個三地變成一個熟地要時間 如果熟地興建一些房屋又要時間 所以無端端又要由三年拖到五年 才叫做建到應該有的房屋 我們覺得這個全部是政府沒有一些的 長遠那個房屋那個遠景的問題 沒有那個規劃 沒有那個計劃 所以出現到今天那個 就是住屋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要有一些的策略 而在這麼多年的 除了我們去爭取租金的政策之外 我們看到其實社會應該有些的轉變 對於房屋的政策有些的轉變 如果我留待會兒說這些社會房屋的策略 我們其實在近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如果要政府 你叫它建建 就是你叫它建 過往我們又跟它說 譬如它以前有一些的策略 建建2萬個 多少個私樓 現在當然就是依賴一個私樓市場 不是很傻嗎 沒有錢買私樓 現在就在公屋的市場怎樣興建呢 我們自己過往可能跟它爭取的數目 是多少去多少 但是我們看回呢 其實社會也在進步著 過往可能我們在幾火紅的年代 八十九十年代 公共房屋多麼暢惡的年代 可能都要求跟它說一些數目 但是其實隨著時代的轉變 我們都不否認有市民 都會有一種的置業的願望 就是房屋不單止 只是租住可能有置業的願望 反而我們覺得這件事去想 但是可不可以在置業這個範疇裏面去想 不是一個私人市場的置業 是你公營市場裏面的置業 當然不是出租公屋這件事 我們想可能因為待會還有他當勞想說話 我可以待會再詳細些說 因為怕自己講太多了 我們其實現在都在倡議社會房屋那種看法 希望令到整個房屋的規劃裏面 多了一些新的元素 不是單單公屋居屋 是可不可以有新少少的元素 令到整個社會對房屋有一種改變 那可不可以待會再說 看看我們的講者之後 會不會有其他補充 正如剛才嚴小姐所說 其實現在整個香港的公屋 比起八、九十年代 很明顯處於一個陰乾的狀態 甚至乎有些街坊也找回一些例子 例如在安達神道礦場那邊 以前就說那塊地 是有八成就拿來建公屋 兩成就拿來建私樓的 發展到現在最近 區議會那裡爆發出來 這個八二之比剛剛好就已經轉了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越來越多地 不是沒有地 而是地不會拿來建公屋 而是拿來建一些可以炒、可以托市的私樓 其實你再看現在所謂居屋 又或者這個新居屋 它亦都是有這樣的功用 一來它就在保地價那裡 爭拗得很厲害 其實就鼓勵你的人買回來 希望你買出去的 你買不買出去 這是另一回事 而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轉售期是五年 相比起來其實 例如你一角過海 你趕去澳門 其實如果你真的買了一棟的樓 回來 你要再賣出去 就真是陽過 再見回小女兒的時間 是十六年的 就算這些其實都可以說是一些 跟商品市場脫勾的房屋都好 但是你會見到其實政府 就是澳門那邊 都是有意識去按這個 不令到樓市即時突然 而另一方面就是再說 其實公屋方面 除了剛才所說 就是政府有很多 三年上樓、三年上樓 這個所謂的就語 其實我們看一條數是假的 不單止其實現在我們看著很多家庭申請 是很難三年上樓 第二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些非掌者單身人士 其實是非常難上樓的 難上樓到什麼情況呢 你會見到其實只是由上年年底 我們會見到那個 三十歲以下的輪候個案 二萬六千個 但是如果你去到今年現在 一年都不夠 大半年而已 就已經多了成四千個 那麼這裡一年就盲一聲聲那麼多 是很誇張 而且你不是那些人上樓的 應該說今年年中的時候 明報才爆出來 接著就說三十歲以下 你在計分制實施了之後 你要單身人士上樓的成功率是多少 是零的 所以是上不了樓 這個數字只會愈大愈大愈大愈嚴重 那好了 那政府是不是依局不了這個問題呢 又好像不是 它其實好像在塞另一件事情過去 例如今年的施政報告 如果大家有看 會提一個所謂青年宿舍 就是麻煩你班友 就可能兩三個人 這樣就跟其他人 逼在一個百零尺的房間裡面 交給一些社福機構 東華三軟那些 這樣塞你過去 其實它很明顯就是公屋 他不想起 他想個坊寫給一些社福機構 那又或者我們 給青年舉檔樓爐運動的 陳俊基先生 講一講其實青年住屋 還有沒有什麼出路 會面對什麼問題呢 其實青年住屋搞到現在這樣 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整個流線 又有什麼關係呢 好 那我們交給Shem